大家好,我是Zoe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柜台英文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一章 Opening 第一章我们会讨论的内容 包含零柜接待 方向指示 请客收后 提供协助 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结束对谈的小技巧 会跟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 第一个部分 零柜接待 零柜接待的部分呢 我们一般来说有 最基本的简单的问候 包含的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那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候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 Welcome to 我们的公司名称 例如说 Welcome to ABC Company 好,我们再一次哦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ABC Company 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主动的问候客户 例如说 当我在柜台的时候 或碰到客户 我可以主动问候他 How are you? 或者是 How may I help you? What can I help you? 好,这三个句子呢 都是个很好的问候的方式 再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 诶,客户是否有预约呢?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好,我们再一次 当我再一次主动的问候客户的时候 我可以说 How are you? How may I help you?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好,再来我们要跟各位提示一下 重要的单字与片语 How are you? How are you虽然听起来 很一般 很多人都会说的一个问候的句子 但是呢 它事实上是最简单 也是最正式的一个问候的方式 我们在很多的情况都可以讲这个句子 所以我们把它特别标示了出来 例如说 当我们在走廊 我们办公室走廊碰到客户的时候 跟他点点头 How are you? 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停下来等他说 I'm fine, thank you 好,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会跟他说 How are you? 点点头 你就可以继续前进 做你要做的事情了 好的 再来呢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Appointment是一个正式的约会 或者是预约预定的一个说法 Appointment 例如说 我今天要拜访客户 可能ABC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主管 我必须要用appointment 当我们在讲date的时候呢 date 它是一个一般的约会的一个说法 好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 appointment 是正式的约会 预约预定 如果我今天去公司拜访我的朋友 我的客户 好 我可以告诉别人说 我有一个I have a date 我有一个约会 好 在ABC公司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 好 我可以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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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